我在上海有三套房 那不少呀 还行 2500万吧 不算中产 算中下水平 上海徐汇出身 部口黄埔 住在新京安 不抽烟不喝酒 1米8 68公斤 41岁 老实 缺点就比较多 基本上都是缺点 为了生活 准备找一个内饰 先结婚 结着婚以后 才有工作的动力 父母呀 周边的亲戚 都可以帮你介绍呀 他们 他们也帮我介绍过 介绍的不是很满意吧 他们嫌我 嫌弃我 输入地吧 那个时候您做保安 对 就本地的外地的 你都愿意吗 张测户吧 张测户在上海定居的吧 你难找的 我要求比较高一点 要求他在上海有房 您在上海不是有房吗 结婚都是门当户对的 是我父母不支持我结婚 不怎么支持我结婚 为什么呢 他们看到我花钱厉害 就不舍得我花钱 半戏就要花钱 买房子要花钱 买车什么都要花钱 比如说我找一个 就是条件好的 这个钱就花得少 他家有房 他家条件好 我等于说我直接 上门了以后 我就直接去找个工作 努力的工作去 上门女婿的话 就是说我不会拿女方 家里面一分钱的 您家本身就有房子 怎么会想到做上门女婿了呢 一个是不想努力了 第二个 结婚以后 有可能会努力上班 有了小孩之后 还是要努力着工作 赚钱 赚什么奶粉钱啊什么 一个博主他也做了上门女 他也是上门女 条件差不多 所以你也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是的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您就交过一个女朋友是吗 07年交过一个 07年我那个25岁 我没去 你交过两个女朋友了 对对对交过两个 那时候为啥没走到一起呢 我父母呀 主要是我父母呀 我父母要求太高 我父母又打电话 打到他这个女朋友 这个公司里面去 我有两次恋爱的经验 但都失败了 但没有同居过 我喜欢全真的恋爱 我不结婚 我不会去同居 思想就比较保守 您这一次找了很多博主吗 嗯 表达一个想做上门女婿的这样的愿望 是的 您父母知道吗 我父母知道了 嗯 怎么对您说的呢 没没帮我怎么说吧 有可能 要看要看我找什么样的人吧 还是要门当户队吧 你找到以后他们再提建议 对是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先去找个工作 在工作的时候 说不定啊 能遇到一个女朋友呢 这应该不可能吧 这个可能性很小 以后如果结婚了以后 可以跑外卖 你工作的方向已经想好了 有有有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开始工作呢 现在没这个动力 您想找个女朋友多大的呢 18到45岁 对 比你大几岁的你也能接受 对啊 是啊 那没办法 看到我的话 很多都会要求 我之前那个女朋友是01年的 啊 比你小很多啊 19岁 比我小19岁 她连久全都喜欢的 她就是年轻 漂亮 长得高 嗯 你喜欢她漂亮 嗯 漂亮很漂亮 你们谈了多久呢 谈了多久就分掉了 是 我父母讲我只能找一个二婚头 如果是二婚的你能接受吗 二婚我不接受 打死也不接受 不可能接受的 二婚条件再好我也不接受 也有纠结的地方 年纪太大40多岁 不一定能生出小孩的 您希望有个小孩子啊 对啊 肯定有个希望有个小孩 是 她们的夫妻 我们是女的夫妻 她们在大夫妻 她们的夫妻 她们在这位女的夫妻 您想日本照片 她们就是一位 我现在的夫妻 没有人在那里 她们在那里 那边的夫妻 是中国人 如果小姐夫妻 有的夫妻